说的没错 没想到你还懂这些呀 之前了解过一些 他没走就好 你们聊什么呢 刘成 崔燕啊 老里头这个孙子懂得可不少 我看这孩子以后 肯定比你有出息 那肯定 小李子可聪明了 什么东西一学就会 你说是不是 对了 秀玲啊 你先去准备午饭吧 隋英他们吃完午饭就得走了 哦 好 收拾好了吗 可以出发了 这边 李玉要是跟我翻脸 我还怎么才能把人留下呀 小赵 不停这儿吧 李玉 你要上厕所趁现在 下个服务区还远呢 怎么回事 赵助理 我让小赵自己打车回去了 什么意思 我觉得咱俩应该聊聊 有外人再不方便 那什么 首先 剑哥还是得跟你道歉 昨天那个事 是我冲动了 但我说的都是真话 剑哥确实喜欢你 我知道你不是同性恋 但谁说俩男的在一块 非得是同性恋啊 只要俩人在一起 开心不就得了 小李子 我可以给你保证 只要跟我剑随英在一起 我能把你跑成天气 让你比跟任何男人女人在一起都快好得多 所以 给我个机会怎么样 他这态度跟那些太子党追求女明星有什么趣 一副爷看上你是跟你面子 便不是好歹的高姿态 真是二哥 剑哥 我叫你一声歌 你也好歹有个做歌的样子 这么拐花抹角的骂人 听着还真难受 算了 谁让我伤感着稀罕人家 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 但我是真喜欢你 我可不会轻易放弃 你 那我问你 你打算辞职吗 嗯 你要想辞职我也不拦着 我给你哥打个电话 保证不让他说你 好不好 你既然执意想去剪尊英纳实习 我可以帮你说 不过 既然去了别人的公司 就得做出个样子 别给我李家丢人 你不用为难 我给你想个好点的理由 你哥看在我面子上 也不会说的 拥据我对他的了解 这小子性格硬气 绝对不会中途离职 不用 我没打算辞职 好 这可不是我逼你的 这些可都是老爷子亲手种的 新鲜无农药 环保健康 拿回去给伯父伯母尝尝 走了 干嘛呢 这小子一直请假 冷不丁都见不到人影 还真有点想 是没看到消息了 明儿来上班吧 小林子也来了 简总好 嗯 对了 这怎么样 挺好的 还没见过 李玉这么温和的笑容 小李子 这儿来得挺早 哥 梁总今天打了电话 问你这两天 有没有时间 去他酒店室公寓的温泉体验一下 行 等这两天到处空来 我带你去放松放松 简总 简总 你表弟来了 怎么又来了 小梁 你把他领我办公室来 一秒钟都别耽搁 别让他在公司下摆我 是 你俩 跟我进办公室 这项目明摆着坑你 你看不出来 我真没看出来 是不是我朋友说 成本低利润贼高吗 而且我算了 投入也不算多 不过我妈非让我来跟你商量商量 免得被骗 小林子 你和李渔看看 你俩要是能看出问题来 我给你们一个独立项目做 赚钱算你们的 赚钱算我的 好 你一天天的能不能消停利润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你不是做买卖的料 你怎么不听话呢 哥 你别老这么说我 本来我有潜力的 也被你说自卑了 简总 这块地上有高压线 高压线下不能有建筑物 就算把地拿过来也没法动工 这块地产权也不清晰 你确实一点 你这是很便宜了 怎么不想着为什么这么便宜 那就不能做了呗 能做 有一点你说对了 这地弄好 确实直接 不过 我能做 你不能做 这样吧 李渔小林子 这块地 你们俩帮着她做 哥 他俩行吗 我看比你行 再说 有我帮着他们 你怕什么 这个项目我有八成的信心 不要不愿意 我拉倒 愿意愿意 哥 我相信你 这个项目没有一年半载都做不下来 你们俩想好了 要是想接 那就不能中途退出 好 行